歡迎收看科技Special 我是今天特泰主持人小貞 廖阿輝你在幹嘛 你是老人在打太極拳 沒有沒有我在玩最新的平衡車 平衡車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不要看阿輝這樣好像很鎮定 有沒有這麼簡單 馬上帶大家去體驗一下 拜拜 等我一下 我快可以跟上你了 蔡真一環這邊都會發現了老漢推車 阿輝你現在體驗多久了 然後感覺怎麼樣 我大概騎半小時平衡車 其實說真的還蠻容易上手的 因為我其實平衡感不是普通的茶 真的很爛 阿輝現在騎的是兩輪的喔 不夠看 現在來看一輪的 歡迎我們的店長帥氣金草 哇好厲害喔 跟你一樣要練到一個輪子 然後很帥氣的這樣圓弧進場 大概要需要多久的時間啊 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可以了嗎 對 像阿輝平衡感這麼不好 也OK嗎 對 你遲疑一下 其實耍帥 簡單的耍帥 我們只要雙輪的就夠了 可是阿輝剛剛這樣很不帥耶 如果要 如果要再帥一點 我們就玩單輪的 因為它有很多的花式可以做學習 那剛才店長提到說這個要耍帥就要單輪 馬上就來看一下店長什麼耍帥好不好 好 沒問題 當然比如說小朋友啊 或者是平衡感比較不好的人 想要上手的話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然後現在其實也有電動滑板車 那跟平衡車都類似 但是你要學習的方式會更簡單 美女真好 教練都會牽著她練車 我剛剛只能找柱子跟牆壁 其實還也有電動的腳踏車 電動的腳踏車 而且還是折疊 可以攜帶的比較小台的版本 那除此之外啊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一些地方 哪些地方比較適合 你要注意的是千萬是不能上路的 你不能到馬路上面去騎乘 就是會有 一個是安全性問題 再也是違法的疑慮這樣子 那我覺得比較妥善還是一些 像是自行車道 或是公園中的那些自行道這樣子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的 想知道更多有趣的科技小玩業 請別忘了持續鎖定科技Special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